卸下证悟回归学术 万众瞩目的马英九先生 利宁南院 吸引了多达两千人前来聆听 这可是本校创校以来 第一次吸引了这么多人潮 在讲座开始前 马英九先生与本校领导城进行交流 并参观了我校的校室走廊 还在马华文学馆挥洒了一笔毛笔字 这是马英九先生 自卸任以来首次出访我国 并在我国大专院校进行演讲 马英九先生的魅力无法挡 在还没抵达我校之前 已经吸引大批学生聚集于本校大厅 为了就是目睹马英九先生的风采 本校董理士们和新山华社代表于大厅 准备迎接这位政要人物 马英九先生的车队 会在警方的开路下于傍晚五时左右 抵达南方大学学院 马英九先生在抵达本校之后 选与本校高层进行闭门会议 在会议结束后 他也参观本校的马华文学馆 并现场辉豪写下 《知行合一》四字送给本校作为纪念 之后他在董理士们和华社代表的陪同下 到志亚大礼堂前方 为知行合一十杯进行揭幕仪式 揭幕仪式后 马英九先生也参访我校文物馆校师走廊 以了解本校在41年里的成长过程 最后本校在丹斯里张玉昌文化与艺术馆设验款待马先生 晚宴同时 马先生也为马来西亚关怀教育基金进行开幕仪式 本次马先生的到访 不只吸引了大批民众与学生的到来 更吸引了国内外多家媒体前来采访 南方电视台 黄慧怡 潘苏贤 梁德耀 采访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